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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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藤仔在創作之前 他會先習慣 會手作一些物件 可能是木雕 可能是陶瓷 去拍攝一個他想像中的場景 然後他再會把影像進到電腦裡面 去轉換成一個更超限質的世界 最後再將他的三圍的立體空間 轉換成平面創作 這是他最有名的創作方式 在這次展出的作品中 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這一件未來的夢 在畫面的左側 其實可以看到的是一朵康乃欣 當然康乃欣代表的是對母親的想念 畫面的正中間有一隻星星 那那隻星星收藏家本人覺得 他是他自己 可是其實在星星的形象 他又聯想到了開懷大小的母親 所以這件作品應該是這次的展出中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實是一朵康乃欣代表的 他們幾乎都在看著 那些星星的星星 一朵星星 一陣子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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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